新竹在地建商利丰建设和新竹在地企业家金兆威广告公司联合行善 捐赠新竹县首辆采用全玻璃纤维FRP车厢设计的小型水箱消防车 总价达370万元 花9个月时间完成 今12日在新竹县政府消防局竹北分队举行启用典礼 由新竹县长杨文科代表受赠并回赠感谢状 称赞利丰建设及金兆威广告公司捐赠一举 造福竹北乡沁 携手守护家园 杨文科说 新竹县获企业捐赠在天救灾能量 胆谢宪政顾问乔阳实业公司董事长何祥安 据中牵线促成善缘 由立丰建设董事长简嘉诚 及金兆威广告执行长陈清贤携手捐赠 发挥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精神 相信有这辆车的加入 强化消防分队的救灾能力 注意良多 保障人民安全